人民最大声 来 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听快乐联播网 人民最大声 人民最大声 我感觉这节目的名字 合了该好 这节目名称是不是取得真的不错 我现在发现好多电视台 有的叫什么 庶民最大声 有的叫选民最大声 最后呢 还真的也有人用人民最大声 但是呢 我去年这个9月就开始用这个节目名称 我想是大家有意识到啦 就是这个人民参与公共事务 这样的一个风气已经形成了 所以呢 我记得我在应该是昨天吧 还是前天 我放了一个图卡 马丁路德惊恩的 我说最大的悲剧 不是坏人的嚣张 而是好人的沉默 所以问大家说你是好人吗 你还沉默吗 好 这马丁路德惊恩的名剧 最大的悲剧 不是坏人的嚣张 而是好人的沉默 那在同样一个图卡的下面 还有柏拉图 他所讲的一句话 不关心政治的惩罚 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好 这个鼓励了 所有的民众来参与公共事务 为了自己也好 为了社会国家 尤其为了子子孙孙 那我非常感谢在YouTube 影片下面的留言 在昨天的节目 我们有一位黄世云先生 他也送上了金句 来跟我们互相切磋回应 我念一下 他是英文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Triumph Triumph是胜利的意思 我真的要学英文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邪恶若要胜利 只需要好人袖手旁观 所以我们要让邪恶 战胜我们吗 当然不行 所以这时候当好人的你 千万不要袖手旁观 这是这个 埃德蒙伯克 也就是爱德蒙伯克 这是来自于爱尔兰 然后他是 你知道英国是爱尔兰的政治家 好 他是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 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 也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他所说的话 那跟听众朋友呢 来做切磋 那另外我们的芬妮 Trapton 好 T-R-E-P-T-O-W 好 这个芬妮她讲了 马丁路德金恩这句名言 最大的悲剧 不仅是坏人的嚣张跋扈 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也许呢我们心中都有答案 恐惧 好希望人民呢一个一个站出来发声 好听众朋友 你的心中有 因为恐惧而不敢站出来吗 其实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 我在看这个YouTube 然后就看到那个文山伯 他有个深夜直播 我想说 为什么深夜还直播 是什么事情 自己在欢乐 原来其实就是 看到像是村长 然后他自己也受到一些 家人被威胁 是他最心痛的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他 因为他会来做现场 会交接 我看到他我就问他说 我说文山伯啊你还好吧 然后他就讲说 就是说 反正意思是说 没在怕啦不要怕啦 他也给自己打气啦 就是说反正为了这个正义的声音 他还是要坚持 我觉得真的 其实每个人 你说出头的人 像老实讲五虎将 现在都是风头上的人 所以他们也受到很多的这些的威胁 但是越是看到 这种怎么讲 打击吧 其实我觉得越是正面的 然后越是心中有理想的 其实就会为了正义而战 为了理想而战 好 那这样子 当然听我朋友会讲说 其实因为大家支持人会不一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价值跟理想 民进党的朋友 为他们的价值跟理想而战 好 那这个文三伯他们是比较挺这个韩国语的 他们也为他们的理想跟这个 怎么讲价值而战 好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都尊重 而且老实讲 他们要承受的压力其实都很大 好 所以都是勇敢 有时候让我觉得 越是在险恶的环境 在动荡的这种 时局里面 其实你越可以看得到这些有英雄人物特质的人 他们其实是不为各种的艰险而出来 所以也致上这个敬意 但是听我朋友一般来听我的节目都觉得有正能量啊 好像就是讲中道的话 可是我昨天看到youtube下面有个留言 他说 他看 他听我的节目 但是他还是觉得他不禁会沉重的起来 好 那我看一看我想我也了解 因为其实也揭露了很多 就是说政党在选战的一些战略 那可真的觉得很黑暗 就是要抹黑 然后卖卡锡主意啊 反正你是异议者 你被骗我 你是批评我的人 跟我不同意见的 我就想办法把你打垮 用各种手段 没有证据一样来 所以这种 这种当然听了你是很正义的人 然后你心中会觉得说 变成有一种 怎么社会变成这样 会有这种无力感 可是我也请听我的朋友 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 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 那为什么还是这样很努力的发声 不管大家的声音是大是小 很多人还是很努力的在发声 那是因为你说是拨乱反正也好 就是心中我们都有一个期许 其实是希望把事情公正的说出来之后 让大家其实往正向去走 去做你人生当中最好的选择 我们或许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说服每一个人 你知道意思就是说 但是你尽量做嘛 总是会有一些人 你会慢慢的赢得认同 所以好人真的 其实你不要沉默 不管心中的价值是什么都尊重 我不能说民进党我们就说他是坏人 或国民党说他是坏人 其实就是 你认为是对的是善的 那你心中要有一把尺 其实你去坚持 我在举那个论文门的事情 论文门的事情 论文门的事情其实不是说 这是政治上专打蔡英文的事情 论文门的事情是回到学术的专业势力 我一直要讲的是这一点 就是说有太多的疑问 这些疑问其实都可以很快的 由这个蔡总统他亲自说明 可是就是 我们说七拖八拖 其实拖三年多了 已经拖了三年多了 最近其实风头比较近 大概就是从八九月开始延烧下来 但是 几次的这种 我们说我们看到总统府的这个记者会 但是总是没有把 就是大家的疑问真的都 解解释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我们的 他在昨天我的节目 Youtube下面其实有留言 他说 请问全世界第一本 有两个人和谐的博士论文 怎么论文答辩 博士要颁给谁 我们一讲再讲 一个 你来判断你能不能取得博士学位 是你这个博士生 对不对 你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必须证明 就是说你确实有这个实力 我才颁发这博士的学位给你 所以他suppose就是你自己去写 对不对 你如果跟别人一起写 对不对 那我怎么证明你是可以 那我怎么颁博士的学位给你呢 这件事情到现在其实是 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那至于这个有人讲说 这个军波旺他有提出来 这彭文正他们有讲 自己提供的学籍卡 1982年修学 1983年84年没有交钱注册 没有指导教授 怎么博士口考 怎么博士口试 那怎么完成学位 那怎么完成学位 在这个部分 其实总统府有提出这个说明 那说明说后面其实 因为他的课其实已经 已经上完 已经在写的这个阶段 所以他其实就不需要去这个 交钱再注册 那他说没有指导教授 可是事实上学籍卡上面确实没有 这一度有被讲 但是后来至少在补的 就是今年2019年补进去的 这份论文里面 至少蔡总统他有写说他的指导教授 就是那个Michael Elliott 好但是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脸汪浩他们讲的是说 对你可以是讲师 但是讲师就是他们博士毕业之后 就可以指导学生 但是这个Elliott在当年 在1983、84的时候 其实他是并没有博士学位 从蔡英文的学籍卡 看起来他就是一个Mister 他不是Doctor 他就是一个先生而已 他不是一个博士嘛 所以这件事也没有被这个适宜 所以大家还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所以彭文正他们真的讲起来说 其实你是不是引诱我犯罪 你如果真的 你蔡英文这么直接了当 你就直接就说清楚 就是那个直求对决嘛 对不对 你干嘛你就是都不说清楚 对不对 你说不说清楚 那我的疑问就是很多啊 那你是不是引诱我 你又说你是你是真的你是对的 那你是不是在引诱我犯罪 而且你说你要来告我 等了好久了 等于最近才发现说 欸他治案 然后彭文正他解释说 你他治案来告我 是说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告我什么 好他的解说 然后呢对彭文正 彭文正一直求告 拜托你告我好不好 最后呢他发现说 他叫做病案处理 等一下我们都有图片 我们来做解说清楚 我们看这个金破 他真的是很很认真的一个 网友听友 你看他还讲出了一个一个重点 他说为什么 LSE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论文 这我也要这个将一些绿营朋友所讲的话 来说 绿营朋友说 为什么放在妇女馆 因为呢蔡英文是女性 那特别呢他是这个有成就的国家领袖 所以呢把他放到妇女馆 其实是特别的遵从他 可是这个跟一般大家知道 循着正常程序应该放在Dissertation论文 这个逻辑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送进去是2019年6月28 还被备注说这个是蔡英文自己的Copy 就是你私人的这个作品 所以呢没有没有说因为你你补交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回到正常的管道 那当年呢这个彭文正他们说 当年到底蔡英文有没有叫 伦敦政经学院已经回函说 当年就没有收到 但是蔡英文总统这边坚持说是被遗失的 好但是被遗失就很妙了 这个你应该要出现至少在大英图书馆 伦敦大学的图书馆 以及英国高级法律研究所三个地方 你当时在毕业时候 你就应该缴交这三本了 总不会这三本这三个地方同时都把你遗失吧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质疑 回来会比较相信说你根本没交嘛 好那这个呢 当然你的论文的品质够不够去当一个博士 现在大家看起来都一大堆人批评 尤其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童文勋律师他的节目 真的他们是从内容上面 其实就直接去做分析 真的觉得是说 不要说基本的格式 还有什么目录对不起来 这个reference也写的其实都蛮乱 然后什么页码不对 这些细节其实在 你如果真的有参与过硕博士 的这个怎么讲 写作的话 这论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是觉得你应该是觉得 你没有办法相信 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很多人还是存着疑虑 好我们的军破王他还直接讲说 是七本论文不见了 好因为为什么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在大英图书馆的 还有这个伦敦大学图书馆的 还有英国高级法律研究所的 这三本没有之外 他说为什么像台湾的教育部 因为你当时在政大当时在东吴的时候 你因为你这个要教学的时候 其实你都要送这个副本过去嘛 那现在呢就是说 那怎么就是没有看到你的这个论文啊 包括在政大在东吴大学 好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 这个图片其实秀给大家 好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几个议题里面 像我先讲论文 其实等一下我会讲咨询 为什么不给说明高雄市议会的 这个打什么乌贼仗 好不可告人所以告人 这个彭文正求告 好来点专业的是这个桥呢 啊桥 这个桥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后来发现港务公司管辖 还有八座没有检测的桥梁 分别在台中台南跟高雄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那但是因为我想这个 因为论文门的东西一再强调 呃其实是在学术的事理上面 一直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公道 那我其实在昨天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我们把画面好再po 我们跳到彭文正好彭文正的一些画面 因为这个我我觉得最近我们在跳跳到一张叫做大华府 许多过去捍卫台湾的台派人士 被蔡英文摸头收编 公器私用的一再动员宣传 发帕沦陷 好这个丁物吴钊燮的儿子作证 好就这一张彭文正他所 发出来的独家 他说上任会长卸任之后 竟也被收编成为乔务委员 现在失去了公理正义是非对错的原则 成为小鹰团为小鹰护航 那这个跟彭文正讲的人还刮胡了 说我们看不起这样的人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有没有觉得一件事 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在讲说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大家有人说是因为反送中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年龙墙 在学校里面的效应 其实会很多年轻人产生那个效应 就是非常的挺这个辣台妹 可是事实上 你如果看到青年陆镇 你看到台湾队长等等 就参与的活动里面 其实他们对于年轻人的动员 和给年轻人其实很多的机会 所以其实是不是也造成了一种 就像彭文正他所发出来这个讯息 他说原来派官位就可以收买人心 失去台湾价值 失魂失格 华府的台湾学校也沦陷了 被小鹰集团控制洗脑 那么小鹰主政的民进党 让人看破民进党手脚非常心痛 其实从口译歌 还有从你看那个管妈的女婿 其实很多年轻人 其实在民进党现在都机会无限 因为其实小鹰她刚开始接民进党金 会发现她的属于自己的人力会比较薄 所以她是跟新潮流这边比较靠勇 但是她毕竟也需要有自己 未来的强大的团队 她也讲说你再给我四年 我是好西湖 我出去了一半 所以呢 这个请大家要继续支持她下去 但是我不知道说后面 如果再支持下去的话 我觉得你用人赏识年轻人 其实也是OK的 那但是呢 不要像这次因为乔的事件 会发现在港务公司 因为仇佣 然后造成被大家质疑不够专业 那发生这么重大的死伤 跟财产 而且都是人民的损失 那所以我觉得人民要好好看这个事件 说你们还要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吗 好我讲回来 这个事情里面就是说 其实年轻人看到的机会 但是千万不要投机取巧 有官位可以做 有很多可能很好的事情 surprise发生在你身上 亲近这个当权派 可是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 投机取巧的心态的话 其实是真的是不好 但是现在也只有当权者 可以给你这种糖果吃 那这个事件呢 其实就发生在台湾海外 那我们从彭文镇的这一个 所谓大华府地区 有这个侨民所提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实 就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都对了 其实都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点出来 就是说大家心就是要抓好听 要抓好听 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我其实抓了一些powerpoint 好我们回头讲了 三个博士的毕业证书 这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 当然有提出当时 就是交给正大的一个影印版的copy 就是中间这一张 这是最原始总统府这边 你看我在画面上面 我还讲说总统府 他有提供 他说LSE 就是在1984的原版 当然意思是说用原版copy下来的 那当然也被这个大家批判 因为那个质地跟规格 看起来真的是很多人质疑是假的 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蔡总统他又要这个选举 好那他说因为的胖子 对不对 所以第二份毕业证书 依照黄重燕的说法 是蔡英文参与这个新北市长选举 曾经申请有补发 那当时的毕业证书 有这个驻外代表的认证 这大家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因为我也亲自去看了 确实有这认证 所以他说因此在2012年跟16年 就201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依法其实就已经缴交了 所以呢不用再缴交 那但是为什么又要有第三份呢 既然你已经有第二份 而且这个第二份是申请补发而来的 不会又丢掉了吧 好啦但是总统府说法说第三份的毕业证书 是因为2015年因为开始有人释放不实的讯息 所以呢当时再次申请学校毕业证书 而且也附上了学校的学位说明书 那至于蔡英文到这个D card出世的毕业证书 是在2015年补发的 好天空朋友其实这个部分有被指引了 当然有人说真相只有一个了 真正毕业证书也只有一份 你拿什么都可以编出来 反而会被人家质疑说是真的有疑问 感觉就很假 好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了 这个我觉得彭文正讲了一个我们用逻辑 我们大家来一起切磋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在2010年你就已经申请补发毕业证书了 其实你就已经有了嘛 其实也还在嘛 那你知道吗 那你又跟学校在2015年又再去申请一份 其实这个有点叫不合那个逻辑 其实这个也是对原本的学校 我觉得你刚才知道 不是说行政作业造成人家麻烦而已 就是说重点是因为你已经有 你除非是因为特别的原因 其实你再去申请补发 你一再申请补发 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动作 好所以造成就是三份 重点是要让大家看什么 这一个其实有点 对于彭文正他们从所论文产志中心 收到的函说 你补发一定会是原本 的这个校长 也就是你是1984年毕业的 校长一定就是当年 不管你再补发几次 可是我反而从这个证据 也不是要打枪彭文正 而是反正伦敦政经学院一直不出来说明 可是反而从这样的证据我们发现一点 亲爱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看脸书的话 三个校长的签名都不一样 三个校长其实都是补发的那一年的校长 全部都是补发那一年的校长 这个其实就也很奇怪 所以其实在这个证据上面 当然因为伦敦政经学院的产制 制作中心是这样子讲 可是跟他们实际的作为好像是不一样 这个证据是不知道变成是不是会比较薄弱 因为其实我们站在中道我们依事情讲话 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不知道是 反而会让彭文正他们是抓不住脚 但是这个部分LSE也不出来说明 但是却发了一个文去告诉彭文正他们说 没有你补发的都应该是当时的校长 可是就是兜不起来 好兜不起来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看 但是彭文正还是一直追 昨天我觉得比较劲爆 他讲说他自己要倾家荡产 不管之后要去英国告还是去美国告 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整个离出这个公道来 因为他说在这里面呢 只要被证实了 蔡英文的这个学位证书 这有任何的造假 他就有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还有当时因为他是这个国立的大学 所以会涉及一些刑法嘛 诈欺等等 所以他说好你赶快来告我啦 他说因为媒体都说要来告 可是实际上呢 他才发现说是他自案 然后又是 这个他是被病案处理 我们来看看 我也抓了这样的一个图片 我们往前看 好那我在脸书上面其实也抓这个图片 他就觉得说你赶快来告我 因为你告我可以提出什么证据呢 你告我可以提出第一个我们都是深度访谈 田野调查 然后他也澄清说他并没有说蔡英文的这个论文有找人捉刀 因为说早上捉刀一定你那么有钱是抓很好的 所以你的论文不可能是这样的水准嘛 所以呢他觉得他也没有这样子说过 他要澄清 那他说提告学者成一场闹剧 就是说现在真正被提告是用他自案 去告的是赫德芬 那彭文正他自己说教授彭文正教授 他是被病案处理 那自己林环强不是说也要告吗 就昨天才发现其实真实的情况是 没有告他呢 所以媒体有呛吓但没有告 原因不知道是不是门槛比较高 因为林环强是美国的公民 所以这个不知道 所以彭文正下了一个标题 提告学者成一场闹剧 也就是说你可能对媒体放话 因为辣台媒体精神你有放话 可是实际上呢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好那所以这个他有讲说北检 有说要告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会先检视蔡英文的学位 所以这件事情他就说赶快来告 因为什么干脆让法院 我们姑且就还相信这法院是公正的 那就让这个法院好好的才检视 但是也提出了一点 就是现在又打了一个新的议题 其实之前有讲过 但是最近被提出来就是因为一直要找 这个蔡英文在这个升等的时候 在政大升等的时候 他应该要有应该要有这个相关的文件 但是全部被列成了 他说仿佛是国家机密啊 要到2049年才能够解密 他说这种政大提供升等资料呢 为什么要搞成这么机密 说是个人的个资要保护 那难道蔡英文中你不想好好的澄清吗 而且老实讲大家还要有命活到2049年呢 因为要到解密要到2050年的1月1号 大家才看得到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搞得这样心心痞痞啦 越是神秘就真的感觉又越有鬼 所以这件事情 听我朋友你看这样是怎么办呢 那这次彭文正还爆料一个 来这个我等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讲 媒体啊 媒体是不是其实就是被收买了 他讲一下说他的政经看民事 怎么样被奢掉的 等一下我们也来聊聊 来广告之后回到现场 谢谢 在这边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清静 需要 身体在欢乐 所有的欢乐 在这边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点欢喜闻 我们如果要睡前 欢喜闻给自己的完全资助 走生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免费给你结缘 痛起335 数理335 随着年龄增长 您更需要补充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组织中 重要的蛋白质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胆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让您安心无负担补充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容光焕发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宪政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092-898 阿乐 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 你有好建议吗 那就找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 全台专业附驾 各种车种 包含里车 轿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 哇 那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了 商务接送旅游接驳 或专专业包车 就找全球租车 电话07-831-9037 831-9037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所在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所收听的是快乐连播网人民最大声 我是Angel 我发现我们今天早上在脸书的直播 就是一直都出现卡卡卡卡的状态 那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在脸书上的朋友 一直在反应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脸书的问题 还是有什么其他技术性的问题 跟听众朋友讲一声 我们有发现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解决 好 那我们谢谢图振隆说安琪加油 我们邱义峰说抹黑最便宜 对啦因为我们都会记得 当时那个促转会在讲 用意识形态 其实也不用什么证据啦 就是麦卡锡主义嘛 反正你知道声音跟我不一样 反正我们就公了 好来 这个Elaine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好 图振隆说支持文山伯坚持下去 其实大家最心痛的是这样 有时候你说自己被威胁就算了 其实有时候就是连家人都会被拖下去 那我们讲句公道话 当然当时黄光晴的时候 他也是觉得说 哇他的这个儿子也被威胁 其实所有的很多的人都会这样 就是说你有时候大家就是 你要抢就是你要单挑也没关系 你就针对我就好 你不要再针对我的家人啦 好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 文山伯他是聚焦在 他的事情功力 其实是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他自己的选择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你今天来攻击我的人 可能就是我们的选择不一样 好比如说你是支持小鹰的 那你当然你看这个支持韩国鱼的我 可能你就会觉得像眼中钉一样 然后你就来进行比如说攻击抹黑啊 对可是这个大家在媒体上会看到一个效应 就是说为什么都是好像韩粉都会被爆的很大 那像这一些你看邱玉轩 童彦珍五虎将 这个不是也都被抹黑攻击威胁吗 但是其实媒体就都没有爆 你就发现所有媒体的比例原则真的是不一样 那我不知道说媒体是不是真的跟高层吃饭吃太多了 所以呢都被摸摸头 来根据彭文正他讲的啦 他说4月22号之前 他说这总统府密集的邀咽所有的媒体名嘴 那之后呢就斩断了政经看民事 那这个你知道吗密集邀咽嘛 就是意思说都打了枪来吃饭嘛 其实就有沟通跟协调嘛 很多事情这彭文正讲的 然后他讲说谁都要了 就是没要他 因为呢他当然觉得说反正他也不可能会妥协嘛 对不对 那之后那当然他也就被砍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听我朋友啦 你会觉得真的这个政治其实手段很多 虽然都跟大家讲说好人啊 你不要沉默啊 你真的你要来参与公共事务啊 可是每次看到的都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 有点灰心觉得社会很黑暗对不对 然后选举很无良哈 没有人性 有时候看了会觉得 可是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还是得知道说 其实这些事情他还是在进行的哈 那你才能够去做工断嘛 那我们讲回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不公平的对待啦 年轻人被收买啦 媒体被这个摸摸头啦 被奢啦 甚至彭文正他讲到这个应该很激情 他就讲出 你们如果仔细看那个政论节目 你们有发现那个主持人 他是怎么cue的 cue的意思就是我们内行专业在讲 就是说为什么你这时候点这个名嘴出来说话 其实那个脚本要是都套好的嘛 其实那他确实是套好的 彭文正就讲说 我们其实就是都已经跟你协调好了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讲的是什么样的方向 其实就像一个节目 一个政论节目 就像一个脚本 你知道吗 其实来宾跟这个 我们这个什么电视的这个企划 对不对 跟主持人 其实大家都是先惹过的啦 先惹过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已经先先说好 大概是要怎么进行的 我也知道你手上的资料 你重点大概要讲什么 像我自己参加过 或是像你不要讲说电视啦 你脸一般来宾 我们要访问 我们也会稍微 比如说我们会问他问题 然后问他说你这些问题你OK吗 那你大概是怎么回答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也都会稍微要了解一下清楚嘛 但是你如果被有心操作成 就是说我们刻意要把今天的节目拿来引导我们的乐听人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的话 你这个媒体就会成为政党利用的工具 现在的情况就是就是会这样 但是你已经没有你发现其实大家都回不去了啦 回不去就是说其实因为每个媒体都有每个媒体的这个方向 那只是我们在讲说当中天一家被独立出来看成一个个体的时候 那其他除了中天之外的几乎都沦陷 那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情况 我一直没有讲 其实你都沦陷你会觉得也不太对 像新闻大白话 会有几个好像还是感觉有比较中立一点 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他们是怎么样 可是你会发现他们有点像是二线节目 就是说他们没有在电视上的 或是他们时段比较不好 然后或者是说主力其实就是电视台的网路的节目 所以已经放到二线来了 那一线拿来做什么 一线拿来配合这个高层的意思 那二线的节目呢 拿来就是可能还主持公道 还是说我们不知道媒体是压压宝 就说那把你韩国瑜当选了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调呢之前的 我们讲一下民调好了 民调有人跟我讲啦 这个反正都是党内人士啦 1068份基本嘛 民调的这个数字 那大概成本是15万 所以超过我抽样的人 就是我问的人超过1068 对不对 我就要付更多的钱 那所以你说这些政党媒体 他们就必须 谁能够付那么多钱去做到样本一万人以上的 如果我们用1068去乘以10的 1068就要15万了 对不对乘以10 那个民调你就要百多万了呢 对不对 就要150几万上去了呢 对不对 所以老实讲 那民调没有办法规模真的做得很大 可是你的问的人不够多 甚至你的问题 如果你问的其实本身就有这个bias 就是说有所谓的偏见去引导人家 就是说比如说我是绿的 我就找绿的这一块对我比较有利的人来问 那这或者是蓝的也这样做 那其实那些民调完全其实也没有参考价值 那你的样本数很低 其实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所以这才会让大家其实有发现一点 蔡英文总统他出去拜庙 我们不能说都没有人 只是那个每次的活动 你看韩国瑜他10月2号去岗山 他出席的那些地方 其实那个人都好多哦 那你说他民调差十几二十趴 你真的会让人家很怀疑说真的有差这么多吗 为什么厂子的热度 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那个跟民调对不起来 这个是大家一直看也其实有一直在疑虑的 好所以从论文门彭文正这个其实也讲了 这种被奢头 有摸头 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媒体这个比例的原则不一样 这也没有办法都发生了 然后这个年轻人我们希望真的也不要投机也不要取巧了 然后因为这些投机的政治人物其实是常常是看着好处来的 所以当然有好处就会比较听话 但是呢会不会像在这个对不起 南方澳这种酬庸的事情 哪一天不知道是报应会不会来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时报报出来 他说交通部长直言说有疏失 有时候我们说看这个中国时报不准 来看看自由时报怎么讲的 好这个自由时报 来我们要念这一段今天在头版 南方澳跨港大桥断裂造成六个人死亡 调查发现台湾港务公司等围管单位 竟然21年都没有独立的检测 以起各界的震惊 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荣昨天向交通部长林佳荣口头 请职获准 交通部正针对历年放任跨港大桥 未做桥检的相关主管职一一的追查纠责 将提惩处名单 基隆分公司的总经理刘施忠也恐怕会下台负责 林佳荣强调这个纠责是无上限的 好那所以因为发生事情了 你请辞好那我就获准了 好但是这事情上去追 这些呢之前还有一个港务公司历任的董事长 在蔡政府上台之后 为了替高雄邦的吴宏谋安插官职 刻意将前董事长吴蒙 叫吴蒙芬调离 那之后呢又由高雄邦的王国才 台南邦的吴宏谋与吴宗荣来担任董事长 好这些呢当时也是被这个仇佣嘛都坐上了这样的位置 可是呢这件事情追责不是无上限吗 如果一路往前追的话 请问这些人其实要不要负责 那我们回到来讲 所以你说仇佣真的就是一件好事吗 真的你没有财的话 你真的是不要上去啊 要不然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 如果像这一路追 刚喜那应该都有事吗 但是呢说是这样说我们继续看吧 会不会到时候呢又是一推二五六 现在讲的变成五四三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看 交通这部长说有缺失 所以这港务公司的动作才获准嘛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 是立委咨询的时候 而且不分蓝绿啦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在咨询上面 我们把这整段都念出来好了 面对质疑 刚来一年来当挡箭牌 这个吴宗荣怎么讲 由都来而已 才来一年 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 昨天邀请了交通部长林佳龙 港务公司董事长吴宗荣等人 针对南方澳大桥断裂的事情进行质询 吴宗荣表示说港务公司 共花了1795万 针对南方澳大桥呢 这个维管维修 包括水沟清理路灯油漆 景观 什么伸缩缝路面人行道等等 大家所关心的钢索问题 他表示说那个有用眼睛检查 有没有秀实让立委业怡经痛骂 根本不确实 那吴宗荣他坦诚 港务公司没有针对桥梁的检修 来制定规范 面对立委的质询 一下子说南方澳大桥是基隆港务分公司 苏澳营业所管理 一下子又说没有检测钢索 是这个践行科大的事 最后才说我刚来一年来做挡箭牌 所以呢 立委黄国昌看不下去痛批说 所以怎样责任都不是你的 你要推给基层 林嘉隆表示 未来将针对全国的桥梁 订定清楚的检测规范 并将港务公司管辖的桥梁 纳入运研所的桥梁资讯平台 也会研议成立桥梁局的可行性 港务公司辖下的17座桥梁 有持续维修与保养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做到 吴忠龙卸任之后 由谁代理董事长还需要讨论 可能的人选可能是交通部的次长黄玉玲 好这些事情等等 其实还是被立委其实是痛批 为什么这个事情延宕这么久 而且还有八座桥根据自由时报 头版列出来了 来分别在台南台中跟高雄 像高雄的是南新联络桥 这些都没有做检测 所以希望赶快来做检测 安定我们的民心 也让这个事情可以得到良好的处理 以后如果要成立桥梁局 也OK 确实有人来负责 现在早上的时间十点四十五分 广告之后回到现场来 谢谢 谢谢 世俗都变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清静 修业 身体在烦烈 所有的烦烈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飞烈门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飞烈让自己的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免费给你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师父 老猪不行了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达天主 阿弥陀佛 师父 你的马 大师兄 师父 别怕 我们有全球租车 是何道理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轿车 里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绝对比师父的马儿还要厉害 哦 由全球租车到西方取经也不难 全球租车公司 07 831 9037 831 9037 快乐电报望 快乐狗狗屏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王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王 来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所说听的是快乐联播王人民最大声 我是安琪 我是Angel 谢谢大家呢 就是对Angel的肯定 那也是支持我继续站在 其实就是中立然后后到 这样的一个方式中到后到来做这个节目 所以呢我在昨天的时候 我说因为我听到一个名嘴讲 讲说这个蔡英文总统除了这个赐死她的恩师啊 对不对 然后呢因为恩师没有死嘛 康乃也大学指导教师还活着嘛 对不对 所以呢怎么就说她死了 好这个口误其实呢 好我中道讲人家蔡英文总统后来 其实有澄清了 只是我们觉得说她这个口误是不是在这个细节上面 其实 因为她毕竟是总统真的讲话小心 最近口误很多 第二个口误呢 我昨天讲我是说 我听到名嘴讲是说 他是说意大利 因为他的这个 怎么讲 他的这个指导教授 叫巴塞尔 听起来很像巴塞隆纳那个发音 巴塞隆纳呢 其实小英总统他讲的 他只讲说他是这个 西班牙 没错 但是我说我可能 这个错听名嘴 名嘴就是说他先说是意大利 所以我查是西班牙 所以蔡英文总统他没有讲错 他在第一个时间 我要替 这我昨天讲的错误 我自己澄清 然后这个自打三下 自打三大半 好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至少在这个巴塞隆纳的这个 国家 他是没讲错 他讲的其实是西班牙 因为我昨天就还特别把那影片 就调出来看 那我觉得 因为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第一个我讲 第一个我们不能断章取义 那第二个 我们觉得也不能栽章去抹黑 那我知道我做节目 其实我永远会遇到挑战 那我现在快速的讲 因为我发现有人这个质疑 所以我要适宜一下 来这个王凤怡小姐说 安琪加油 红彦琳说 安琪你的节目是我记古典音乐台后 唯一订阅 那么在你访问韩国瑜市长开始 因为公正客观持平 希望保持下去 为台湾下一代 有一个干净的社会 我非常谢谢 而且我觉得很棒是很多听众 其实自己 因为他们有看过的影片 就是台湾队长 那是蔡英文总统在一个 这个社群之业的活动上面 说讲那一段话 然后大家有真正去看的 其实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 其实也就主动的 帮蔡英文总统澄清 在YouTube上也一样 我觉得这是很好 因为其实大家都秉持 这个中立公平 人家蔡总统如果没讲的 我们也就不讲 好 那另外我们的QuakeKai Champ讲说 口气太大 时间太短 论文太乱 证书太假 好收到讯息 Luke Yang讲 正在 Luke Yang正在看 洪小红也正在看 谢谢Luke Yang讲 说现在国家单位不需要专业 只要眼睛放亮跟对人就好 这个就是大家的 看得清楚 但是真的也会很摇摇头 不过 主勾诈 从以前 其实亲近当权派 就是都有这些人 但是 我觉得这一切 要从很多 社会的良心 善良风气 大家去 去导政 好 那王丁子说 怎么一卡一卡 然后洪正龙说 我也是卡卡的 然后Luke Yang讲真卡 后来又讲说正常的 陈云山说 一般我们称为叫总统 一般我们称总统府的发言人 叫做化妆师 不过现在这位发言人可能是 专门化妆小丑的化妆师 好Luke Yang讲说 喬还是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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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论文其实上网去查就有了 最近已经很多人去研究了 好洪燕林说一直断讯 好那这个王金发说是辣台骂 然后2050年辣台骂已经96岁了 要活得够久才能看得到 我可以讲 连彭文正彭文正应该也是50几岁了 可是你说要活到2050年 我们大家不知道可以多久 其实就是 其实我觉得总统可以再坦诚一点 因为我觉得是学术专业的问题 不是直接一个一个解说就清楚了吗 来洪小红说仇庸政府就是不尊重 不专业 不负责 不管人民死活 每次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再来检讨 但是对啊灾害都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洪小红姐姐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心很酸 然后你又看到他们就是继续的 好像你讲推卸责任 最可怜的就会是小老百姓 文一梅说现在没卡好 廖洪源说第一次进来听直播主持人棒棒的 感谢你 我们的Fiona令讲说安琪早安可以请你 澄清陈志宗黑寒关于老人年金的事情吗 这个我前天已经澄清了 很多老人都很焦虑心急 谢谢我 我已经澄清了 就是说市政府说福利都没办 好利都没办 呃 因为我们高雄人很多就是老人家 就是听台语的这么多 市政府大家说没问题了 还是 丹志宗他回去在他的脸书 他也是继续这样说 所以 毕竟有电视台 就去电风上我们高雄 要讨问 你讨问的时候毕竟你放消息 让这些老大人 老大人本来也不知道啊 啊 听说 哦 有 说什么 说韩国瑜和我们的老人健保的钱 都抬掉啦 还是减少啦 啊 就 变成的毕竞夜消息 大家团团团的 心不安啊 就开始就想说 好啊韩国瑜可以这样 啊 其实就是 呃 没硬没在这 就是意思说 因为社会教育 他们又出来 开机家会 开始给大家说明 因为 刚开始就是今年第六期 那个公益彩券 公益彩券 公益彩券 那个钱就是比较少 所以他们先简劣 但是后来 他们这个 有算 反正他们 优先再来保证回来 所以就是说 补助 保证到现在 好像都同样 啊 没有给你们减 所以大家不用 欢乐 好 红彦琳说这个媒体 没有凭良心 报导 违反 那 那部落 格当媒体人 其实有一些媒体人 我们早期看啊 在这种 呃 当权者的压迫下 有一些有良知的媒体人 可是那个真的要勒紧裤戴呢 因为你像洪文正现在 他就说他失业了啊 很多到自己部落格 不一定经营的起来 所以跟当权者 你要去对抗的 你要像彭文正 他的心理准备要倾家荡产 好 那这个张瑞颖 来 他说你如果要拿监督政府为理由 打论文案 那你以后就不要批评其他人 批评韩国瑜 我没有批评其他人批评韩国瑜 韩国瑜本来就可以被检验跟批评的 只是说 如果这个涉及抹黑的话 那我会澄清 因为我觉得错误的消息 我是媒体人第四权 那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要澄清公正的报道 我没有批评说别人批评韩国瑜 除非你是抹黑 所以这位张瑞颖先生 你要把事情弄清楚 还有你要拿监督政府为理由 来打论文案 这个事情不是叫打论文案 而是我们讲论文门这件事情 你要回到学术里面 去把我刚才讲的疑点都厘清 不要把每件事情都拿去说 这是政治的工坊 好不好 你要回归到市里 所以张先生 我不好意思 你可能没有硕博士的经历 你如果就是有的话 那你就好好静下心来 为什么连彭文正 他是说他的太太 他太太叫什么 张金玉是不是 不好意思 希望我不要说错名字 要我们留美的 我们看了我们真的都觉得很奇怪 他都没几天就讲论文案 说你讨厌政治口水 然后反正你就是笑我 我跟你讲 论文案没几天就要讲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道理证据一直出来 就是一直都没有被解说 这不是政治口水 我讨厌政治口水 但是他不是政治口水 我也不是因为政党要来打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论文案就是个 要证明蔡英文总统 是不是人格OK的人 让我们对于我们的总统放心 所以这件论文案呢 大家就是继续会追 就是这样子 不是政治口水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时间的关系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会了 拜拜